警察对法官和陪审团描述当时的情景时是这么说的 我们看见了一堆尸体,一具压着一具,混乱不堪 根本就数不清屋内到底死了多少人 大家好,今天是七官观察室,我是长风 今天讲一起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的大案 布朗炸鸡垫屠杀世界 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内 用极其残忍的手段谋害了七人 而动机只是想找点刺激 按凶手本人所说,就是想干一件大事 由于没有人证和关键性的物诊 案件调查一度陷入了僵局 最终警方请来了神探李昌运 李博士在重建犯罪生产时 发现了一个一直被忽略的关键性物诊 那么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下面我们就穿越回1993年 带大家重新梳理一下案件的细节 帕拉丁市距离芝加哥只需要半个小时的车程 这里不仅环境优美,治安也是非常好 可以好到路不时宜,一夜不庇护的程度 因为当年在这个地方的人口只有4万多人 相离相亲都比较熟弱,是一个熟人社会 1993年1月8日晚上10点半 这一天是星期五,天空下着额毛大雪 圣诞节的节日气氛还没有完全退去 帕拉丁警察觉得电话突然响起 几番警员心里面想着 肯定又是哪个人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打来电话 接听后,电话那头却传了一连串交集的声音 警察先生,我的儿子迈克尔到现在还没有回家 他工作的地方每天是9点准时打烊 一般9点半左右就回家了 但是今天直到现在都没回来 他是在布朗炸鸡店工作的 希望你们可以帮忙调查一下 迈克尔是帕拉丁高中的学生 利用课余时间在布朗炸鸡店做兼职这些生活费 平时下班都会立刻回家 如果有事耽误或者外出 都会和家里面提前包围 而今天却很反常 电话也联系不上 这才着急的报了警 巡逻警员到了店门口后发现 布朗炸鸡店内的灯已经熄灭了 门也上了锁 没有看出来什么异常情况 于是就回电给警察局 没事,电已经打烊了 兴许迈克尔是参加什么聚会去了 时间来到了夜里凌晨1点钟左右 警局的电话铃声开始不断的急促响起 接连启通报警电话的人都是说 他们的家人没有和家里面报备 就突然失联了 都是联系不上他们 而且巧合的是 这些人都是在布朗炸鸡店上班的 职班警员突然就意识到了 情况不妙 立即又派出两名警员 再次赶往布朗炸鸡店谈查情况 两名警员在到达这里后 发现店铺的前门紧锁 屋内的灯也是熄灭 通过路边的路灯余光 从窗户看进去 店里面十分的干净整洁 凳子也都放在了桌上 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于是又找到后门继续检查 其中一名警员顺手就推了一下门 门竟然开了 两人相识一眼后 很有默契的拿起身上的武器 一前一后的进入了店内 屋内是一片寂静 当灯被打开后 眼前的荧幕让两名警员心惊肉跳 地板上有很多血脊 没有看到人 地板上的血脊 一直延伸到后属的冷藏室 和冷冻室门口消失了 两名警员打开西侧冷藏室的门 眼前赫然出现了两具尸体 在震惊之余 又迅速打开隔壁东侧的冷冻室门 里面横七竖八的 躺着很多尸体 每个人身上都有枪杀 这样的场景 令两名警员终身难忘 以至于多年以后 他们出庭作证时 仍然是心虚难平 面对法官和陪审团 就说出了本期开图所说的话 经过初步认定 一共有七个人惨遭杀害 死因都是枪杀 其中有一些不仅是身中树墙 还被捅了很多刀 西侧冷藏室里面的两位被害人 分别是 50岁的炸鸡店老板 理查德·艾伦菲尔特 和店里面32岁的服务员 托马斯·梅尼斯 东侧冷冻室里面的5个被害人 分别是 49岁的老板娘 林恩·艾伦菲尔特 两名餐厅的正式员工 31岁的马库斯·内尔森 和46岁的夜班厨师 瓜达·鲁普·马尔·多纳多 两名来餐厅建制打工的学生 17岁的李克·索利斯 和16岁的迈克·卡斯·特罗 由于案情性质非常恶劣 当地警察局迅速联合 芝加哥刑警 伊利诺伊州州警以及FBI 组成了75人的帕拉丁专案组 开始全力侦破此案件 勘察人员检查了现场每一处的细节 拍了数百张照片 并将这些细节详细地记录了下来 在现场找到了以下这些线索 戴血的拖把 勘察人员在餐厅东侧的门旁边 发现了一把戴血的拖把 而现场有被清扫的痕迹 那么凶手在犯案之后 很有可能就是用这把拖把来清理血迹 这说明凶手的性素质很好 或者是非常熟悉此地的人 知道打烊后没有人会聊到这里 所以才没有着急逃跑 而是对现场进行了清扫 弹头 在炸鸡店的屋顶和受害人身上 发现了至少20枚弹头 凶器应该是点38口径的左轮手枪 但无法追踪枪械的来源 异常摆放的椅子 店内有一个异常的现象 靠近点餐台的一个椅子是正常摆放 其余所有椅子都是已经被反扣到了桌子上 这是为了打扫方便 说明当时已经打烊了 但还是有一个人在店内用餐 这个最后用餐的人是凶手还是知情者呢 空空的收音盒 炸鸡店当天的营业收入在1800美金到1900美金之间 可是收音盒内却是空空如也 说明凶手的目标应该是劫财 那为何还要对无辜的人痛下杀手呢 一张收据 在炸鸡店内的收音机中发现了一张收据 上面显示的时间是1月8日晚上9点07分 这是当天最后一次点餐的收音收据 最后的这位顾客点了一份4块炸鸡的套餐 两个小面包 一包炸薯条和一杯饮料 一包垃圾 店内被清扫得很干净 唯独有一个垃圾桶里面 有一些鸡骨头 薯条和餐巾纸的一些垃圾没有被倒掉 警方不确定地的垃圾对破案是否有价值 也将他们收集了回去 冷冻了起来 案发后 帕拉丁专案组先后走访了附近的居民 又将在布朗炸鸡店所有工作人员的亲戚朋友 都调查了一遍 包括之前在布朗炸鸡店上过班的人员 可惜都没有获得有用的线索 凶手好像是凭空冒出来一样 来无以去无踪 而警员在办案时也有失误 在案发两周后才想到犯罪现场附近有一个24小时的加油站有监控 可惜监控内容早就已经被覆盖了 专案组的数百名警员持续调查了一年的时间 只知道凶手可能是求财 其他的一概不知 案件也因此陷入了僵局 芝加哥警方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 再加上现阶段确实无法找到案件的突破口 他们想到了远在康州的物证见证专家李昌玉博士 那么李博士能否再创奇迹 挑战不可能找出当年的犯案凶手呢 1994年1月28日 案件发生一年后 有当代福尔摩斯之称的李昌玉博士 应邀来到帕拉丁参与调查布朗杂基店屠杀案 李昌玉博士仔细研究了当时大量的案件记录 误诊和数百张案发现场的照片后 重建了反对现场 通过现场重建得出了以下结论 犯罪现场与抢劫杀人案的现场类型相吻合 店内唯一一个垃圾桶内的垃圾 与当日9.07分输出的那份套餐完全一致 李昌玉仔细翻看了这些垃圾 发现当天最后一位顾客只吃了套餐中的鸡翅 其余的基本都没有动 那么这个人的目的应该不是来用餐的 而炸鸡店在接了这最后一代声音后 店内的七名工作人员全部被杀 现场也没有留下关键性的证据 说明凶手在作案前是做了充足的准备的 挑准了店内打烊的时间动手 综合看来最后点餐的人嫌疑非常大 最后点餐的收据上显示的时间是晚上9.07分 炸鸡店的下班时间是晚上9点 在美国时间观念是非常强的 到底人准时下班这是铁律 就算有顾客上门也不会营业 但是当天已经到了下班时间 店内的卫生都已经打扫好了 但还是接单了 说明这位顾客很可能是一位老熟人 炸鸡店的工作人员抹不开面子 才破天荒的推迟了营业时间 套餐中只有鸡翅被吃 李博士认为凶手极有可能是黑人 或者是西班牙裔 美国是个多种族的国家 每个种族都有自身的习惯 一般白人喜欢吃胸脯 亚洲人喜欢吃鸡腿 而黑人和西班牙裔喜欢吃鸡翅 在这份标准套餐里面 本应该只含有一个鸡翅 但是在垃圾桶里面的鸡翅骨头 却显示的是两个鸡翅 应该是炸鸡店的工作人员多送了一个 这更加确定了凶手是一位熟人 被啃锅的鸡翅骨头两端 充分地接触了口腔 上面肯定会残留犯罪行人的唾液 李博士运用了当时刚刚兴起的DNA技术 提取鸡翅骨头上面的DNA 在1994年 知道DNA技术的人非常少 甚至连案发低的帕拉丁警方都没有听说过 而当时的DNA技术也确实不够成熟 从鸡骨头上面提取到的极少量唾液 不够进行技术分析 所以李博士建议将检测样本保存好 但技术成熟后再次检测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 按键也一直就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直到1998年 DNA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警方成功获得了犯罪行人的DNA分析结果 不过当时的美国还没有建立一个完善的DNA资料库 按照当时的技术 挨个比对DNA 这是一件非常繁重 耗时耗钱的工作 而且距离案发时间已经过去五年多了 最终并没有找到DNA匹配的人 之后也一直没有新的线索出现 这起案件也就慢慢的冷了下来 2002年3月25日 案件发生9年后 一位名叫安妮·洛克特的女子 向警方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 据安妮所说 她的前男友詹姆斯·德格尔斯基 和一个叫胡安努纳的人 就是当年制造布朗炸击店命案的罪魁祸首 在询问中 安妮道出了当年事件的经过 当年在炸击店命案发生后的第二天 前男友詹姆斯就打了电话 叫我打开电视 电视上正在滚动播出 有7人在布朗炸击店被杀害的新闻 詹姆斯还很得意地说 这就是他干的 没过多久 詹姆斯和胡安当面向我炫耀了 做完细节 但是我不敢报警 因为詹姆斯威胁我 如果我告密 就会杀了我 受到惊吓的安妮 害怕遭到报复 一直也不敢报警 后来也和詹姆斯分手了 提心吊胆地度过了9年多的岁月 直到他对县男友说了这件事情后 县男友鼓励他报案 这才敢将一切说出来 警方一开始是持怀疑态度的 毕竟从案发后 警方已经受到成千上万条线索 但是没有一条是有用的 然而安妮在叙述作案经过时 描述了一个细节 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 这是一个从未对外部公开的细节 在现场发现了一个代血拖把 曾经清理过呕吐物 炸薯条 据安妮的描述 当时有个被害人被枪扫射的时候 把吃的炸薯条给吐了出来 詹姆斯为了确认这个人已经死了 就用拖把捅了捅他的身体 为了不打草惊蛇 警方开始秘密地调查这两名嫌疑人 发现这个胡安 曾经就是孤朗炸鸡店的员工 同时还是西班牙裔 这个当时李博士的推测 不谋而合 而他之所以能够摆脱嫌疑 是因为他有不在场的证明 警方找到了当时给胡安做不在场证明的爱玲 追问之下 爱玲承认了当年他向办案人员撒了谎 实际上詹姆斯和胡安在翻案之后 立马就找上了爱玲 并分给他50美金 要他帮忙做不在场证明 不仅如此 胡安的DNA与4年前在击骨头上面取得的DNA完全一致 2002年5月16日 警方将詹姆斯、胡安逮捕归案 经过数个小时的审讯 最终他们交代了犯罪事实 胡安和詹姆斯在翻案之时都还只是高中审 有吸食伪敬品的前科 时常会做出一些虐待小动物的行为 在当地算是一个小混混 在这份长达44分钟的认罪录像中 胡安描述了1993年1月8日在炸机店内发生的一切 那天夜里我们想干点大事找点刺激 因为我之前在布朗炸机店工作过 知道炸机店每天都是9点准时打烊 没有安装防盗报警系统 对店内的环境也很熟悉 所以就选择了这里 1993年1月8日晚上大雪纷飞 我掐好时间点 在炸机店打烊的最后一刻进入店内 果然店内除了工作人员 已经没有了其他顾客了 我点了一份炸机套餐 炸机店的服务员因为认识我 不仅破例在9点之后给我点了餐 还知道我喜欢吃鸡翅 特意的多送了我一个 就这样 我一边啃着鸡翅 一边等着詹姆斯带枪过来 詹姆斯一进来 先是偷偷锁上了炸机店的后门 然后戴上乳胶手套 先开枪 击中了一位发现异常准备逃跑的柜台服务员 然后举枪将炸机店内所有的工作人员 赶到后处的冷藏室和冷冻室 接下来就是残忍的屠杀 据胡安交代 他们起初只是想弄钱 并没有想杀人 在遭到有人反抗后 不知怎么的就没有控制住 但这种说法显然与现场行为不符合 带着大量的子弹做足了准备 在遭到反抗后就开始血腥屠杀 然后不慌不忙的打扫现场 之后再拿走当天的营业收入 这与单纯的想劫财并不相符 2007年5月10日 在DNA证据已经两名证人的阵言之下 胡安犯有七下谋杀罪罪名成立 被判处死刑 但是陪审团中有一个人 坚决反对执行死刑 所以死刑没有达成全票通过 胡安最终被判处终身监禁 不得假释 2009年9月29日 詹姆斯在他亲女友安妮 和另一名女子爱玲的证言下 犯有七项谋杀罪 罪名成立 被判处终身监禁 从1993年 七名受害者惨遭杀害 到2002年犯罪嫌疑人被捕 再到2007年 嫌疑人才被定罪 这个过程持续了14年的时间 这14年间 6个破碎的家庭 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是常人无法想象的 同时也给普拉丁这座小镇上 蒙上了一层压抑的气氛 自布朗杂基店谋杀案发生之后 布朗杂基连锁店的销售额 下降了35% 导致芝加哥地区 100家餐馆被迫关闭 而发生命案的现场 在控制多年后 曾被改建成了干血店 但由于生意惨淡 最终在2001年4月的时候 房屋被拆除 现在看到的是 后来在此处兴建的大通银行 其实很多所谓的悬案 只是受限于当时的技术 案件未能第一时间侦破 并不能代表永远无法侦破 不要以为自己有多聪明 要知道这世上 并不存在完美的感觉 好了 以上就是布朗杂基店的屠杀案 帮我点赞评论加关注 你动的手指就对我冒大的鼓励 吴长风我们下节见